如果我們繼續上去的話 可能還會以現代壓來的強 這是第一個有關氣候的反覆 第二個反覆的話是講 剛談到的氣氛比較柔軟 這個其實我在晋禧大學講了一兩次了 再把它展現給大家看 事實上大家現在在中部的話 你從台北如果坐高鐵或坐火車 或者開高速下來 你大約到台北你 我還是可以看到藍天白 但是你到達台中市 因為從台中市進入盆地開始 你就會發現怎麼台中市 你看不到太到藍天 你看到永遠是像灰灰的一片就是了 那在過去大家都覺得這灰灰的一片是起悟 都是起悟 但是我們老一輩大概知道說 起悟的話一般是在清晨的時候 陽光寒冷出來之前會起悟 但是我們發現這個起悟 常常是在中午12點下午2點 還在灰灰一片 這個就不再是起悟 這個就是氣旋交流汙染 所以那氣旋交流汙染 所以那氣旋交流汙染 就像灰灰的一片就是 那這張圖是我們中間大學 中央山脈照 那這氣旋交流汙染其實的範圍並沒有很大 大概從地表到達千公尺 那我的攝影機大概飛到千兩百公尺 所以可以看到中央山脈 但是如果你在千公尺下的話 你就願望看到中央山脈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王國僑法家 他住在草屯 太喜歡照相 那他就有事沒事就在家裡進去照相 那他就把他幾年照了 照了兩張相片給我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貨會物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房子在這裡 那這邊沒有樹 這邊有好像是香蕉樹還是長高了 所以從這兩張圖 大家也可以相信說 這應該是同一個地點 應該沒有問題 那但是年代有點久遠 對不對 因為這些香蕉都長得很高很高 那這兩張圖 除了香蕉樹以外 還有什麼最大的差異 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邊這邊 你可以看到什麼 對這些山 那這山也可以認出來是什麼山嗎 對 九九紅 非常平均 非常漂亮 那右邊這張圖呢 完全扛不到九九紅 完全扛不到 那 那可能又說起悟了 那不是起悟 那是什麼呢 是哪一個大衛國術 這麼厲害 居然可以把九九紅移走 好 那這個的話就是 那一天 我從半島署 掉下台中市 重影 空瓶站的P2.5的資料 就是我剛剛講的氣泉礁 發現這天氣泉礁濃度很低 只有16個維克的地方 那這一天高到47個維克的地方 那記得目前美國 變2.5標準 日軍制的標準是35 所以這一天是超過了美國 變2.5的標準 這一天是低於它的標準 好 那你看地獄它就可以低到一半的話 你看到九九紅了 但是高度它的話 你就扛到九九紅了 好 那 那這個資料我們再繼續來看 所以某方面 我們中部的能見度 會跟P2.5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一張圖是 因為P2.5的資料並沒有很長 那我就調一下能見度 只要讓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是台中氣象站 那這些觀測員 每天大概都要出來一次 每三小時出來一次 就看一下可以看多遠 那就把可以看到多遠把它紀錄下來 那這個就叫做能見度就是了 譬如在1960年代 它常常可以看到30公里 那我們在台中可以看到30公里的話就不遠了 台中市的大小大概10公里 從中心到達紀錄大概10公里 所以30公里的話可以 到普遍真的更遠就是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1960年代的話 平均能見度大概20公里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但是最近裡面能見度怎麼樣 是越來越下降 下降到現在是幾公里而已 是不是大概只有差不多10公里 8公里而已 那10公里 8公里的話就是 剛剛講說台中市的一個大小 大概是10公里 所以代表說 我在這邊 要看我的中心大群是看不到的 因為 因為能見度不好 但是能見度變壞了 那當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剛剛說的 因為 會氧化碳才幫助增加高耗能產業 所以形成很多氣旋交 所以 就讓我們見度慢慢變壞 那 那 同學們知道什麼叫PM2.5以後 那PM2.5英文是叫做 或是氣旋交 所以我會混著講 就是代表說 這個東西 PM是 英文是particular matter particular matter 也就是所謂的 立狀物質 立狀物質 立狀物 2.5的意思是 它的力徑 它的直徑 在2.5個微米 這麼小 所以大概是各位頭髮的 然後20分之一左右 非常非常小微粒 那大家知道說 在大氣裡面 如果很多很小微粒的話 那陽光照射過這個微粒的時候 那因為光的波長跟微粒的波長差不多 所以這時候光就會產生烙色 那一產生烙色的時候 你本來 這邊揪九風 你可以揚我的 這個陽光照到這個揪九風的 應該直接可以進入我的相機 但是這邊氣旋交太多了 那這些光線碰到這些 產生烙色 打散掉 所以到我鏡頭這邊來 就看不到散了 所以這些都是那些氣旋交的 這些微粒所造成的 那這個氣旋交唯一 可能很多人以為說 就是能見度差一點 那當然能見度差一點 影響到很多人 譬如說 在我中部一台頭 都幾乎看不到藍天白雲 所以大家住在中部有時候 從逛百多公司以外 其實去外面真的沒有什麼好看好玩的 變多髒髒的就是了 那這個剛剛是讓大家覺得 視覺上很愉快 另外更可怕的是 在2002年 陸續有非常非常多的學術報道 跟大家講說 PM2.5所造成能見度降低以外 另外對於健康其實有非常大的危害 那這個是POW這個學者 那PM2.5美國的資料 在15左右做統計分析 那就是說美國的很多 這個大概他拿了美國 大概有將近一百多萬的人參與這個調查 那他把這一百多萬人所居住的城市 就是他的PM2.5能量度把它調出來 那另外在跟他這一生裡面 哪一時候生老病死 哪一時候得到病 哪一時候死亡死亡死亡還生還什麼 那他有沒有受菸 他的學歷是什麼樣子 那利用這些所有的資料 他去做回歸 那最後得到一個簡單的幾張圖 是這樣子 當PM2.5從增加的時候 那上面這個是所有各種疾病的死亡率之歪的 那當是斜線朝上 他代表這個死亡率增加了 那這個是所有疾病的死亡率 那右左邊這個是 這是西旋管方面的死亡率 發現這個斜率是朝上也是增加了 那最可怕的肺癌 肺癌也更明顯的增加 那其他的疾病有稍微增加一點點 那他就把這個結果做簡單的一個摘要 他說當PM2.5在15左右裡面 增加10個微克的話 那這時候所有的死亡率會增加4% 心血管會增加6% 肺癌會增加8% 那其他疾病的死亡率會增加1% 那當我看到這個報道的時候 其實也覺得說 反正也不曉得會怎麼樣出事了 那後來我大概說 那剛剛市民補了資料 那我跟陳吉仲老師 我們中間大學另外一位老師 那我們就把台灣的資料調出來看一下 那我們調了一下 台灣在台北台中 這四大城市的肺癌死亡人數 那跟在這個城市裡面 他的這個所謂的GDP 那人口的一個比例密度 跟PM10的濃度 跟有沒有下雨 跟吸煙等等 來做一下總計回歸 那發現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PM10這邊回歸出來前面的這個斜率 是0.336 那也就是說 目前平均每個月在這城市 大概有70幾個人死於肺癌 那70個人死於肺癌 當PM10也增加一個微克每例方米的話 會新增0.3個人死於肺癌 所以就把70個人平均 那會增加0.3個 那剛剛市民增加一個微克 現在把增加10個微克 你算的話 我發現我們台灣的資料是 PM10每增加10個微克 肺癌死亡率會增加4.8% 那大家還記得剛剛Paul所講的是8% 肺癌是8% 不過他講的是PM2.5 那我這邊總共有的資料是PM10 那PM10就是 力盡小米10個微克的力量度 那一般在台灣的話 PM10大概佔PM2.5 PM2.5大概佔PM10 差不多60%左右 所以你把4.8除於0.6 正好是8% 所以表示跟Paul相差 也就是在台灣這幾大城市的話 PM2.5造成的死亡率 大概跟Paul大概是差不多 這四大城市 那下面我們就開始來 試著算算看 六清或者國光石化 這些高浩濃的石化葉 那他排放一些霧物以後 造成PM2.5度大概有多少 然後再算算看 他會造成剛剛所肺癌或心血微放的時候 那這個是在 這是六清的排放量 這是國光石化的排放量 那這些高浩濃的產業 它是所謂的PM2.5主要原因 並不是排放都有化碳 那主要是因為它的燃料 有高有煤有重油 那這些煤重油或者貼奶氣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硬物 那或多或少都有些硬物 那這些硬物跟硬物 那這些硬物跟硬物 它有一些所謂的雜質 就是所謂的懸浮為例 那這些雜質硬物跟硬物 然後當它燃燒以後 就會產生二氧化硬物 淡氧化硬物跟原始的這種 會排放出來的形態 那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硬 淡氧化硬 淡氧化硬跟懸浮為例 原生性的懸浮為例的話 漸漸在大氣裡面 行的光化硬反應 那最後二氧化硬就會變成硬酸胺 那淡氧化硬就會變成硝酸胺 那原始的硬狀胺 還是原來硬狀物 那甚至石化硬還排放很多有機碳化硬物 也會形成一些有機碳 那這些硬酸硝酸 那這個有機碳化 它已經不再是氣體了 它變成了很微小的固體 從氣體變成很微小的固體 那第一件非常非常小 因為它從氣體變固體 所以剛才的硬性絕對不是很大 是很小的硬性 那這些大部分都是片二點 這個根基的硬性 所以形成很多很多的片二點 那這是我們才看到的時候 剛剛說的在炒酸哪邊看不太到 這個九九中 好 那我們就用一個環保署認證的 那我們實驗室所發展的模式 做剛剛的模式 那把台中 把這個六七的排放量拿出來 把國光石化的排放量拿出來 那搭配我們收集到全台灣的氣象資料 再搭配剛剛環保署所認證的模式 做片二點的模式 那這是模擬六七在一月的分布的情況 那一月大概知道是東北風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大概都是污染在這一塊區域 那另外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你可以看到 除了東北風的直接下風度很高之以外 另外一個高的在哪裡 居然到屏東和高雄的交會的地方 那這個好像叫 風 霧 我待會兒 就是某一個山地下就是 會非常大的高之 那四月的話大概就是正好 東北風 季風已經慢慢慢慢的減弱了 西南季風開始要起來了 所以這時候的風速其實比較小 那這時候風速比較小 如果稍微海陸風稍微強一點點的話 這個煙流就很容易的 吹到了中部的散去就是了 那剛剛我不是從中京大學到中山脈嗎 那大概就是這張圖中 在這個地方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可以看到這張東北 或影片 那可以看到 那這是四月的 那七月的話是吹西南東 所以這是煙流的話 除了中部 除了污染源附近 山脈還有台北也受到很大的污染了 那等到十月的東北風 又是中南部 說到比較大的污染 那這些比較大污染的地方 我們把它 這是剛剛是2006年的資料 模擬了 這2010年模擬 其實結果大概都差不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PM2.5 有沒有造成 HOP所講的肺癌會增加